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学习住宅精细化设计这门课程 住宅是生活的容器 每个人都有一份对家的美好愿景 然而在装修过程中 常常遇到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的难题 房价越来越贵 如何通过精细化设计 用足每一寸宝贵空间呢 样板间越来越奢华 如何火眼金睛地挑选一个 舒适实用的好户型呢 换房现在变得越来越难 如何一步到位 满足不同阶段的家庭成员 不同的使用需求 本门课程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全面掌握实用的居住学问 学会如何挑选设计与装修住宅 更好地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实现更高的生活品质 从住宅发展的角度来说 过去的二十多年 是房地产市场发展的黄金时代 这个时期住宅发展速度虽然很快 但由于求量不求质 开发周期紧 设计操猛快 导致许多住宅设计不合理 不实用 很多人花了大半辈子的积蓄来买房 却难以实现期待中的美好愿望 近年来房地产市场发展趋于平缓 进入了白银时代 这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反思机会 在住房消费者越来越精明 品质要求越来越高的这个情况下 住宅设计也越来越要求要精细化和实用化 本门课程也希望能够带领建筑学专业的学习者们 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 探索住宅设计的新思路 新方法 虽然这门课主要讲授的是建筑学方面的知识 但在课程的设计上 我们会尽可能地做到深入浅出 通过一些照片 图片 实景的教学方法 使专业内外的学习者 都能够轻松地掌握住宅经济化设计的一些相关知识 并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之中 下面向大家介绍一下课程的主要内容 这门课一共分六讲 第一讲是讲我国住宅发展历程与户型的演变 建国以来 我国的住宅经历了几个主要的发展时期 在这一讲中 我们会结合各个时期 时代背景 带大家了解户型演变 与当时的政策 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些关系 第二讲呢 是讲住宅经济化设计与装修的要点 我会向大家列举住宅设计与装修中常见的错误 带领大家从分析居住空间的实际需求出发 了解住宅中各个功能空间的设计要点 通过实力为大家讲解收纳设计的一些技巧 第三讲是厨房和卫生间的设计与装修 厨房与卫生间在整个住宅当中 可能占地的面积不是很大 确实住宅设计功能性最强的空间 也是对 经济化设计要求最高的空间 本讲中将为大家归纳 厨房卫生间设计当中常犯的错误 设计的要点与一些技巧 并介绍国外的先进经验供大家参考 第四讲是讲住区规划与楼洞单元的优化设计 在前面掌握了住宅设计基础的知识的前提下 第四讲是带大家了解住宅楼洞的类型 各地住宅楼洞的差异 以及楼洞精细化的设计要点 同时还会为大家讲解 常被忽略的住区户外的环境 它的一些问题和设计的技巧 第五讲是户型诊断与优化设计 户型优化是住宅设计中必须要经过的过程 如何平衡取舍 使得这个户型更加的实用和便利 适应不同阶段家庭的需求 是这一讲的重点 我们将通过案例 带大家一起进行户型优化的实战 并将给大家介绍一些选房时需要注意的事项 第六讲是国外住宅设计的特点和理念 国外的住宅设计对我国住宅发展 是有许多可借鉴的经验的 这一讲中我们向大家介绍日本的住宅 因为我本人在日本的生活时间比较长 我们还会介绍一些美国住宅的设计特色 以及近年来国外的一些设计的先进的理念 课程最后 我们将带大家总结我们前面所学的知识 并展望未来我国住宅设计的发展方向 我们有两本参考书 就是住宅精细化设计一和住宅精化设计二 大家有机会的话 可以在书店或者是网上来订购 我们还有微信公众号 大家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搜一下周燕明工作室 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 每周都会发表两次我们最新的研究成果 希望能与大家分享 本课还有另外一门系列化课程 适老居住空间与环境设计 主要讲授和老年人居住环境相关的知识 其中也包括精细化设计的一些内容 这门课程已经在学堂在线上线了 欢迎大家选修学习 生活之美源于热爱 住宅之美源于精细 在接下来的六堂课中 请大家随我一起来体会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居住艺术